你唱的真的很棒 我听到三个不一样的故事 就是有七 我就觉得这首歌他简直写的也就是我 而且说的把这歌都rap起来了 对 还有那段rap 像我或者是很像很多人可以在里面听到很多共情的东西 就像之前老师说的最大公约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湖南台的最强硬宗时光音乐会2目前已经更新过半 第二季起初并不被大众看好 甚至有营销号乱带节奏 认为本季的常驻嘉宾会拉低节目的质量 但事实证明本季嘉宾的综合实力都很优秀 尤其是劳魔周深 一场一首经典 承包了很多歌迷新年以来的欢乐记忆 李七七节目中迎来了阿度专场 周深挑战了高难度经典NB级性创作 颠覆了很多路人对他之前在节目中的认识 表演完后 全员来到了十全十美餐厅根据节目组设定好的规则 开饭前需要时光音乐人进行游戏挑战 谁表现的优秀 谁就能提前坐上餐桌 看到熟悉的道具后 瞬间唤醒了周深前几期节目的记忆 直言又看到了这个可怕的童帝 就像孙月说的一样 想吃湖南台的饭菜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同于前几期节目 这次没有为嘉宾准备湖南本地菜 而是一顿就能解决所有烦恼的暖胃火锅 不出所料的话 换成火锅 主要的原因是其他美食太容易凉了 等他们完成挑战后 饭菜早就没有了热乎气 但火锅就不一样了 随涮随吃 而且越吃越有氛围感 共有两个套餐 一个豪华海鲜套餐 一个是评价肉肉套餐作为一个北京人 还是觉得肉肉套餐比较实惠 全员分成两支战队 通过游戏宝来争夺更丰盛的火锅食材 抛到银杏叶的围仪队 字母的围仪队 田正跟胡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周深 只见周深有些受宠若惊 想得到一个合理的答案 可无论周深怎么问 胡夏都想跟周深一组 而接耿小王子周深爆笑百出 俩子回绝不去笑分全场 孙月对其点评太有个性了 看得出周深跟胡夏的私交很好 之所以拒绝胡夏 并非不想跟他合作 而是为了照顾其他嘉宾的情绪 要知道 所有时光音乐人中 只有周深参加的综艺节目最多 他去哪队 就以为助哪队胜算的可能性越大 不经意间的一个表现 巧妙化解了全场尴尬 还为湖南台贡献了一个热搜话题 紧接住孙月高情商就场让我们选谁 无论选谁都得罪人 下期还能不能录了此话一出 鸟绝周深笑点 提议从中间划分 四个人为一组 这样的安排确实比节目组合理多了 周深金句评出 直言每一期都在用各种方法 来废掉金币的作用 只要是他跟孙月同胖出现的名场面 每次都能逗笑屏幕前的所有观众 首轮游戏名为挑战 波恩基美人选择一项任务进行挑战 第一个成功之后 和下一位机长 第二位才能开启挑战 一直到所有人都成功 用时最短的一组获胜 任务一 用双手扔饮料瓶 使它落地后保持直立 任务二 手持一个肌部器 通过肢体摇摆动作 让肌部器数值达到100 任务三 吹气球 需要把气球吹大 然后用气球的气将一排的纸杯全部吹到 任务四 朗读文章 一边读 一边酝酿悲伤情绪 直到落泪 不得不说 为了创造热搜话题 湖南台可谓想出了各种靶子来折腾嘉宾 不少观众都在弹幕表示这顿火锅 时光音乐人注定吃不踏实周深战队 每个人都选了自己更擅长的任务挑战 梁勇齐负责朗读 周深负责吹气球 孙悦扔饮料瓶 陈丽农摇摆击步器 阿渡战队 田镇选了击步器 阿渡本人吹气球 万事齐朗读 胡夏扔饮料瓶 首轮开始后 孙悦出师不力 两个手同时进行 就算有技巧也很难同时让饮料瓶立住 本想萌混过关 结果被胡夏再现吐槽 轮到周深吹气球一出好戏 才算正式拉开序幕 只见周深稳定输出 有条不须地将一次性指被一一吹倒 没有浪费一分钟时间 周深在前边吹 孙悦在后边打气 全场几乎没怎么换气 可见周深的肺活量有多高了 最终梁勇齐不负众望 念到一半时就流下了眼泪 在周深的带领下 全队仅用三分二十秒 完美地给阿杜战队打了各样 想要赢过周深战队 只能突破这个时间 为了不拖战队的后腿 大姐大天真临时跟胡夏换了岗位 第一个上场挑战 节目组还给他开了小拆 让他可以自己先练习 多会练好了 再开始挑战 这个游戏确实太难为田真了 无论田真怎么扔 最终都以失败到终 连主失败七次 满度远远超出了田真的预计想象 不得已只能现场求助 胡夏上场后 即使挽救了尴尬局面 但时间已经落下一大半了 用14分29秒 完败周深战队 起提海鲜火锅实至名归 走上餐桌后 两队不停地内卷 万世奇认为海鲜火锅很一般 孙月表示我没有羊肉 毛肚重点来了 最后一句直呼我们还有深深刻意网力 涮的秒变压轴菜品 吓得周深脸上写满了问号 很多歌迷都表示心疼深深了 既是主持人 也是时光音乐人 没想到还要成为孙月的火锅食材 当然了 这只是孙月的一句玩笑话而已 并没有要拉踩周深的意思 冻筷子后 别人都在享受美食 只有周深一人在Q流程 发出提问 吃火锅都有什么必吃的菜品 梁永奇必须吃蘑菇 阿渡喜欢虾 你说的话就更搞笑了 梁永奇怎么还不滚孙月 再来点醋狐下走一个 一看就是饭局老江湖了 值得一提的是周深自爆火锅蘸料 秘诀就是每个东西都加一点 做出来后像集了一盘菜 与陆军沾式吊法 神手身边好朋友的一致好评 只可惜周深吃火锅时不喜欢蘸麻酱 要知道 北京人吃涮肉 全品一碗麻酱 浓浓的二八酱 辣椒一个地道 如果可以再来点糖蒜 辣椒油 谈称完美 跟住周深的话题 梁永奇之音会在底料当中加入生鸡蛋 成功刷新周深对火锅底料的认知 一系列出圈小表情可爱至极 没等周深吃几口 导演就开启了第二个游戏 其心协力出题后 知道答案的一对 先喊我知道而顺序 每人回答一个答案 四个人的所有答案 必须是15个字才能获胜 第一题 中国女艺人有哪些周深火力全开 一口气喊出了梁永奇 一粒热巴 古丽纳扎 哈尼克兹等人的名字 陈里能关键时刻助攻出彩表现深受好评 第二题知名足球运动员名字 周深再次抢答 单音字数超标 回答错误 第三题火锅长涮的食材 有哪些阿渡战队爆笑百出 翻试其来了一句纯生的土豆 在看周深 充分表现出了队长的职责 让其他队友先说 最后生下一个字后 用肉完美概括 一点毛病都没有 第四题男女对账的歌曲 不论节目组出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 都难不住周深 回回都抢在第一个喊 我知道梁永奇喊了许愿 孙月好人好梦成立能屋顶轮到周深时 还有七个字 逼得周深只能在线创作 喊出了我为你写首歌吧 节目组还为他打上了看我线边四个花字 与此同时 表示明天即将要发这首单曲为了赢得游戏 周深真的是太拼了 尽管只是游戏环节当中一句玩笑话 但却引起了很多歌迷们的热议讨论 超过90%以上的歌迷 都在跟周深乐歌 希望周深可以真正创作出这首 我为你写首歌吧 第五题奥运比赛项目 周深战队降为打击全场 导致阿渡战队毫无参与感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战队的成员都太内向了 不是在享受美食 就是在看对方如何答题 心思亚格尔就不在游戏上 最后一个游戏抓青蛙如果没有周深的解读 很多观众都无法it到这款游戏的规则 说白了就是一种文字游戏 整个过程 孙悦不是一般的搞笑 最终周深跟胡夏开启了决胜举版哦 周深刚能表现 多次戳中田阵跟阿渡的笑点 二人前咬后合 差点笑喷 阿渡连输三次 打破了综艺节目中连败的最高纪录 胡夏平板支撑一分钟 相较于饭时期的操作 明显胡夏更有团魂 节目最后 周深拿起水杯 在饭桌上 祝所有观众新年快乐时时刻刻都在散发住偶像光芒 整期节目看下来 周深才是真正的一大看点 仅凭一己之力 拉满了整期节目的喜剧效果 欢笑至于不忘输出正能量 总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的感动与惊喜 不知道大家都被周深在真人秀情节中的表现感觉如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